好了我们今天来谈论一个话题就是猫狗到底听不听懂人话 这个是可能在自古以来到现在所有养猫养狗的人都觉得 我家那猫听得懂人话为什么听不懂人话 我每次跟他说什么他都能理解 或者说你看我的狗家坐下他还能坐啊 他为什么会听不懂人话 但是我们先把所谓的人话拿来谈论一下 什么叫做人话 你讲的是哪一国语言 英文 中文 还是法文 所以你认为你的狗听得懂中文 他实际上是因为你的语言他可以学得快 很快去学会说来过来我坐下我会理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 还是说你只是认定为他听得懂有一些你们所谓的指令 那目前我们不太喜欢用指令两个字 因为指令好像命令的 坐下来坐 坐你不坐你死定 所以我们不喜欢用这种方法来谈论 这个跟猫狗之间的互动 那我们给他一个提示说 这有个位置你可以坐下来 如果你坐下我奖励你这个叫做Q就是提示 那猫狗到底听不听得懂这些提示就像我们在讲话我们手部可能会有动作或是我们脸部手部肘肘肢体都可能会产生一些动作 比方说你给我坐下你有一些动作上他觉得可怕是因为每次这样瞪着对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会让他去理解到这个动作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并不是因为说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语言你的猫狗可以很快的去理解每一个行为跟这个语言之间要如何去结合在一起它是需要时间以及相对的关系比方说你说坐下然后一坐下你给他临时他发现我坐下就得到临时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坐下的动作称为sit或是坐那而且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常常说哎 朋友来家面请坐坐坐那因为我们经常讲坐坐坐坐坐坐然后你的猫也许或你的狗在家面在后面听到坐如果他是真的听懂他有没有坐下来往往你会发现你朋友来家里叫你你朋友说请坐你的狗并不会坐下你的猫也不会去坐下除非他原本就坐在那边然后你跟他讲跟朋友讲任何句话难道你的猫狗就没听你在说什么我听得懂你们今天要出去玩吗他不会有这样子一个思维所以不要再任何 认为他们听得懂人话不是他真的听不懂有些狗他的确经过训练可以听得懂超过一百甚至上千这么多的文字但是那是需要经过很多的训练所以我们训练方法很简单一个行为 跟他的结果之间的关联我们不管是好的是坏的所以尤其坏的学是最快因为如果我这么做然后我会被你打那这两者之间我做完以后的结果跟 做这件事是两个之间的时间间隔最长不能超过五分钟五分钟动物是完全学不会但是真正要让他快速能理解最少要短到两秒以内所以两秒到五分钟之间要看动物大部分的动物要花很长的时间非常非常长比方说他每一次做这件事情然后过了五分钟你就会发生哪一件事情这个要经过的很多年 以上而且不是每一只猫或是狗能够理解的他需要非常非常长而且要看到这只动物的本身的理解力 那所以大部分的动物我们希望你们去理解行为跟结果中间最好不要超过两秒钟因为两秒钟已经非常非常极限在训练师跟一般民众的差异就差在那零点几秒 好的训练师跟比较差一点的训练师就差到零点零几秒的差异动物的反应就完全不同所以你应该理解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一个行为一个结果所以如果他坐下来然后他就得到了食物如果这个时间的间隔非常非常的短 非常的短一秒钟比方屁股一落地屁股刚碰到地面那一瞬间在一秒内你食物就给他他可以很快的理解哦原来我坐下来我获得的食物但是这次他学会了坐下的动作获得的食物可是你说的是什么话你说你去死啦 或是你滚但是他如果你结合上来所以你给他的这个叫提示提示就是你滚或你坐下跟对不起提示或是跟你的坐下来这个动作两者之间应该要发生在什么时候他才能够理解最好在同一时间而不是他还没有发生你就说坐下坐下坐坐那这不是在教动物这是在希望他做对而他做不对 他不了解让你在那生气你生什么气呢你骂你自己而已啊你自己不会教那你却把你的不会教所产生的痛苦发泄在动物身上所以这很不对的你应该把这个放在这个坐下的动作里所以当我们什么话都不要讲训练动物是不讲话的先让他坐下后给他食物坐下后给他食物你会发现你的猫或是狗看到你以后就要坐下当他开始做那个准备动作准备到一半快要做的时候 你那时候跟他说sit然后你讲完后他是不是瞬间他就坐下一坐下后两秒内得到食物那如果你是用响片训练的你就知道在什么时候去按着clicker但如果你不是用响片训练没关系在他屁股正准备有那个动作的时候你就说坐然后你也不要去盯着他做什么就很简单你可能有个手是sit或者随便你比我曾经一般的动物我都是sit这样但我自己有曾经教一只口是sit 所以每一只动物要看的情况是不同所以你可以比一个手势可能比你嘴巴讲来的快所以当他屁股开始又一点移动快要到完成之前那个时间非常非常短在这个时间点你说sit你可以嘴巴跟手一起来你等于同时教两个你说sit但你的猫狗会先学这个将来才会把手拿掉所以所以比方说sit以后很久以后你可以越来越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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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都不用拉起来说sit他就会坐下来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把语言加入行为里面他是成为这个行为的提示我们每天在生活里面常跟猫狗讲话你要乖哦待会妈妈就出去了哦我很爱你哦这所有的语言通通没有意义他唯一的意义就是温柔的语气和善的表情抚摸所以别忘了你的抚摸如果你猫狗很爱你抚摸这个抚摸是他想要的所以你笑嘻嘻的讲话抚摸 所以他得到是什么你讲话跟这些动作的带来的结果是他愉悦的他喜欢的所以他喜欢这一切并不是他懂那是什么他每天在一个很无知很那种无知并不是无知是对未来不知道一切都不清楚的状态下去反映他的生活这个就好像你住到了火星上面然后你碰到了火星人然后火星人跟你讲一些外外星语言你也听不懂你只能看他的表情 接下来的结果你去猜测所以其实猫狗在家里面都不断的在猜测主人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他们也会尝试跟主人表达狗会尝试一直尝试一直尝试看你的反应结果你尝试后反应是另外一个所以他一直做错误的比方说他扑你不要没事没事你就摸他你觉得你嘴巴说是没事但是你摸他你推他不管做哪一件事对狗来讲哎呀你看到我了你理我了 所以我应该要扑你猫不是猫给你讯号说你不要这么做你不要那样做结果你看不懂所以下次他不给你讯号他会觉得说我跟你讲你也听不懂啊我干嘛在跟你说什么呢那既然不说我一巴掌打你就好了你才会学会说你要怎么尊重我所以猫跟狗基本上是给讯号的模式是不同但是他们对于所有所有的主人的生活里面他的猜测模式学习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不要 要认为你讲话你的猫狗听得懂他是真正听不懂语言他是看你的肢体姿态表情动作你的声音来决定比方说你可以跟你家的狗或是猫说来坐下你好乖哦坐坐你的猫狗一定很开心坐是什么坐下是一个动作那你说坐你觉得他是开心的吗所以他不是懂这个字他懂那个语气就好像说好乖你好乖哦你那他怎么会觉得 他觉得那是好乖他一定觉得很可怕嘛所以你要先弄清楚这两者的差别所以如果你一定要让你的猫狗懂语言拿一张纸教他一个动作完成后给他一个手势加上你的口语说sit然后他都会所以将来你只要讲sit他会马上坐下来你就在那张纸上写他会sit那你叫他来你叫他爬你叫他做很多你把所有你出交的东西全部写在这张纸上面那一清二楚写下来你就知道你家的狗你家的狗 到底听得懂几个中文字或是英文字但对于人类的语言他听不听这种话他是听不懂的他能听懂的都是因为他猜测出来你所所有的表现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说比方说我会教一只狗说哎你去把我那个那个嗯我房间有一本读者文栽你去把我读者文栽拿来这只狗跑到房间去把读者文栽拿出来了 那你会就哇这只狗好聪明了他一点都不是他只是听到帮我去里面拿读者文栽你并不知道我到底用哪一个字来代替他去拿读者文栽我训练他去拿读者文栽的时候我给他的提示是房间还是读者文栽还是文栽还是去哪来所以这个就完全在一个训练者想要做的我经常在很多老人面前故意跟他们说 跟我的狗然后对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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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狗然后让所有的老人在场听说听我说 呃你告诉这些叔叔阿姨们在这里面哪一个人的智商最高然后我的Q会用一个手指头偷偷的摆在我的大腿上面我没有很明显的动作 但我的狗看到这个动作就知道OK他就把手拿起来搭在我的腿上所以所有老人说哇你这狗好聪明了我说对我才在问他一个问题那你觉得谁最聪明 他一样会搭在我的腿上来所以就骗了一些老人说不要养小孩了养狗就好了所以这就是一些人对于动物世界的不清楚所产生很多的误解说好听也是这样说难听就是无知嘛无知是很可怕的所以你要去理解到我们怎么去训练动物你要理解到猫狗怎么去理解我们的动作肢体甚至于语言这样你就会理解到为什么我们会说他们是听不懂人的语言听不懂人话的这句话是有 有意义的并不是随便说出来的那今天先说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其他的主题请继续关注我们